前深圳市长许宗恒社会案5月9日一审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版约认定许宗恒社会总额3000多万元人民币 这远远低于早前人民网新华网报道他贪污20多亿元 外界分析指出这是江泽民派系反扑团派的结果 此案牵涉江泽民情妇黄丽满和嫡系周永康 党媒人民网新华网去年11月和今年1月报道说 有地铁市长支撑的许宗恒几乎染指深圳所有的大型工程 历年贪污的金额高达20多亿元 这些报道目前并未删除 人民网评论说 许宗恒案揭示了广东省及深圳市官员集体腐败的内幕 前广东省政协主席陈少基 前广东省纪委书记王华元等 都是许宗恒的同盟军 都是腐败集团中的成员 新华网还列举了许宗恒买官 生活腐化等其他罪状 而许宗恒买官卖官 包养女明星等贪腐猎记 在5月9号的一审判决中之子为题 原香港文汇报东北办事处主任江维平表示 许宗恒犯罪金额的缩水 是本次死缓的铺垫和前奏 他是党内高层拳斗 此消彼长的新的例证 他分析指出 可能最初整他的胡锦涛为首的团派大员汪洋出于公事 于是许宗恒受贿20亿的时额传出 这结果当然是判死刑 但后来由于内斗力量的微妙变化 江泽民为首的太子党一派又转手为攻 再审就偏离了事实和方向 团派汪洋2007年底出任广东省委书记后 协同中系委利用前中国首富黄光玉案 先后查处公安部部长助理郑绍东 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友 以及陈绍基 王华元 许宗恒等贪污要案 这几名江系官员除黄松友被判无期徒刑外 其余都被判死缓 从挖出郑绍东到牵扯出陈绍基 王华元 这三个人他们都是属于广东政法系统的 胡锦涛要审同样是政法系统的 江泽民的势力周永康 鉴于许宗恒是由黄立满也是江泽民的 在深圳的主要的亲信 一手提拔上来的 他是通过打击许宗恒来救出黄立满 黄立满原为深圳市委书记 广东省委副书记 2009年6月 在许宗恒双规后一度传出黄立满也被双规的消息 不过因有江泽民撑腰 黄立满和周永康并未受到重创 许宗恒案是胡江在中共十八大前大不斗的一个环节 你可以把它一直往上伸 伸到了中纪委和政法委的斗争 伸到了胡锦涛和江泽民的斗争 那这场斗争最后谁赢谁输呢 还难以预料 专写中共高层内幕 被誉为红色宫廷作家的施东斌 因爆料许宗恒的腐败情况而一度成为焦点人物 4月25号 施东斌被北京法院以诈骗罪一审判刑15年 外界认为与他高调抨击许宗恒有关 许宗恒案一审判决引起国内网民普遍质疑 一篇题为 为什么江系许宗恒的贪污总额大大缩水的文章 在网易 百度 新浪等大型论坛和微博上广泛流传 文章列举许宗恒创造的六大腐败记录说 许宗恒因20多亿元的贪腐金额创造了记录 两年后却又以3318万元从死囚埋没为云云重贪之中 堪称当代中国特色 江维平指出 许宗恒案显示中共是反腐的本质 中共官员犯罪的成本太低 低到了可以招令膝盖随意缩水的程度 中共内斗决定了每个案件的走向 法官是道具 只是白白样子 判决书是台词 满指是谎言 而滋生贪腐的制度如同土壤 新唐人记者李元翰 肖宇综合报道